喝酒了 喝了酒 弹得怎么样 行 弹下来吧 真的 来 整理的 甜 甜 甜 我跟阿瑶是穿开裆裤的发小 以前她可没少吃我家的饭 我们一起读到初中住校 高中 还住校 太苦了 我学习也不行 没考上大学 后来家里给介绍了个小姑娘 我俩一见面 是我初中喜欢的女同学 结果那女同学 一张嘴就问我要阿瑶的电话号码 你说气不气人 你给了吗 给了呀 不给显得我多小气 不过阿瑶那时候忙着读书拿奖学金 也没空招惹小姑娘 等她大学毕业了 我问她回不回来呀 跟我说又考上研究生了 我说你读这么多书 将来这里当多大的老板 那可不是老板吗 那人家就现在就在 搞自己的产业链 你说大老板吧 也的确是 她回来这几年呀 投入了不少 但你说钱赚到没有 确实没赚到什么 一问她就说是投入阶段 我也不懂 要我看啊 真不如她在北京工作那些年 做那个天使投资 那工资和奖金可不低呢 你又在嚼什么舌根啊 吓我一跳 聊什么呢 随便聊聊 聊我烤肉你考大学呗 吃点什么 我吃过了 那我扣点蔬菜吧 行吧 行吧 烤好的我给你拿过去 好 不用打 她关机了 你比较像她姐 我是真想跟她解释清楚 真的不是我说的 你说到底是谁传的话呢 我哪里知道 村里的墙啊 看着挺厚啊 其实四面漏风 还保什么秘 我看你最近这几天天天待在小馆里 没出去玩啊 去哪儿玩啊 渣染坊 你可以亲自体验染布 下午染过了 小馆旁边的木雕坊 买了 竹筏呢 做了 骑马 骑马很有意思 不去了 为什么 不喜欢 对了 村子的东边 那有一大片露营地 什么采摘啊 锤吊啊 烤烤 我北京朋友开的 亏钱了吧 只是还没有盈利 你有空可以带着那个大麦娜娜 一块儿过去玩 我跟你说啊 你呀 你就别再费劲 推敲人那些人工景点了 我来这儿就是想 找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 认真真的 当个没用的废人 你啥时候 树立了这么个伟大理想 工作之前呢 就是一直 学习学习 工作之后 就是一直工作工作 努力努力再努力 不服输 不落人后 我跟你说 我毕业那会儿啊 存的钱 也够买几瓶米 转眼十年过去了 存了些钱 打开房地产网站一看 还是真的买几瓶米 没房 没车 没对象 只有病 这么咱们呢 网上不是说了句话吗 那什么 工作不突出 业绩不突出 腰键盘突出 就特别像我 哎 你看 足弓都没了 我跟你说 成天站着 都踩塌了 哎 笑 不是 你但凡有一点同情心 都不至于 在别人讲痛楚的时候 笑成这个样子 足弓踩塌 小鬼笑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 我不是在嘲笑你了 就是 你能让别人笑这么开心 你也是有福报的 哎呀 我就是觉得吧 这人啊 不能把自己绷得太紧 要不然会出问题的 什么厌世啊 逃避啊 焦虑烦躁各种病 都会找上来的 绷得紧不紧 是我能选择的吗 嗯 你就像那个钟上的发条 那不跑到华斯 谁愿意换呢